有两头这别人家的牛 我们家的老师被他们叫的叫声叫过来 干架 花疼人这些牛 赶都赶不走 人多欺负人少 赶了四五摊了这些草帐 时不时就跑过去欺负人家 这牛就给我对着干 你看这是欺人吗 一边都抽死的 晚上再烤牛肉 能不能够走气 这天天要帮个牛 把我们三个气得大 还有一头在那里 上次在这边 掐了一把水芹菜 然后我妈比较喜欢吃那个菜 上次掐在那里 我去看一下 我去掐一把拿回去吃 看这水多清澈 这野生芋头 看长得多好 我说野生的没用 没果子 上次就在这里发现 我的墙也拔下去 我先试一下 这有没有屎啊 这地方 衣粮处我怕草有屎的 顾着拔下 还蛮嫩的 这地方 这地方好嫩 掐这一把 这又有一碗了 再往前面找一下 看前面还有没有 有的话再掐一点 这边好像是 这个跟那种不一样 这种跟我刚刚我掐的那种 是不一样的 两种的 掐 又掐了一把这种小的 这两种叶子是不一样的 这种叶子小一点 这种叶子大一点 我说这种要好吃一点 但是这种也可以吃 就是这种容易老 这种比较嫩 这应该有两碗 我这一把我还捏不住了 感觉 可以了 回去找牛去了 牛姐 等我到了 今天晚上 我妈的菜有了 她最喜欢吃这个菜 让牛现在在这吃着去 我要找个阴娘的 坐一会儿 歇一会儿 一天到晚被他们牵着走 累死了 这个老三现在比老四要高好多 你看 之前两个人差不多一样高 就这几天 这老三长了好多 这是老三的头妈 是不是 老三妈的叫儿子 这还知道找儿子 老四就把妈妈跟得紧紧的 你看老公 腿都会跑细了哟 老公也在一路小跑 你看他的牛去追了 就是一个箭骨头 赶他的他不走 不赶了他自己去追 然后给我到箭骨头 你看我的面子 帮 Thanksgiving